由于身心障碍者在感染、重症及受疫情影响风险程度上 都属于显著族群 因此世界各国多将身心障碍者列入疫苗优先施打对象 而台湾将身障者纳入第五类、第九类接种顺序 但因为进入机构比例很少 重大伤病认定也不包含全部 万一不幸被感染就容易成为重症病患 集水损伤社会福利基金会 董事长林静心也表示 身障朋友身体比别人差 疫情期间人得出门讨生活 却没有接种疫苗 可以说是身心煎熬 在整个的看来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的身心障碍朋友 他要随着比如说他的年龄一直等下去 事实上即便是第五类 比如我好了 我自己就是被匡列到第五类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还没有接到接种的通知 民众党立委赖湘林认为 既然中央准备上线统一疫苗预约系统 就更应该尽快优化 并将身障人士的使用便利性列入系统考量中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